快为金钟50按赞 天天送5000 还有机会玩彩金摇摇的抽6万大奖 我的手机呢 算了 轻轻的他来了 正如他轻轻的走了 手机不见了中文系学生的反应 很多愁善感 而英文系的学生则是立刻中英文混搭 正后群上升 夹杂抱怨 我手机 我手机是要2万$ 我在干购的 它很新的 HTC新广告以手机调了为主题 搞笑呈现八大科系大学生爆笑反应 系统系调手机 仍是控制不了表演隐喻 而会计系会斤斤计较 体育系则是不运动就全身痒的 夸张内容吸引40万点阅率 却被网友批评充满偏见 根本是一个广告 惹怒八个科系的最佳典范 不同科系大学生反应如何 这会看那个美国人的反应 有些人是真的会像那样 可是普通人不会 我觉得这影片蛮浮夸的 然后我蛮有梗的 可是应该不会那么夸张 黄大天透过广告行销手机 要抢市占率 而上市倒数的iPhone 6S Plus 则是因为零组件 供货出问题 可能导致出货严打 日本背光模组大厂 美贝亚因为供料不顺 可能影响iPhone 6S Plus 供货顺畅度 对此评估也紧急 找上瑞移地补供应缺口 毕竟5.5寸的iPhone 6S Plus 可是苹果心机的人气机种 瑞宇能否顺利补位 也备受关注 接着陈教授 张佩洋台北不倒